好 大家好 并联合赛 我是Michael 今天我是在苏州 本来是来和高老师施老师一起 我们来参加一个极客矿业的会议 就是我们以太坊矿机的会议 但是今天在一路上的时候 我就发现最近defi项目火了之后 很多去中间化交易所的质押挖币的项目也火了 特别是uniswift还有susiswift 这两个项目是异常的火爆 今天特别是susiswift的涨幅非常高 我和高老师同时看了一下 uniswift和susiswift他们的白皮书的比较 我们发现susiswift的可能后期的涨幅 空间会更大一些 并且与其说去二G市场买他的币 不如去参与他的去中心化的质押挖矿 那么我们试了一下质押挖矿 你看你获得的币的奖励还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在前1000个区块 他还会再奖励部分区块的收益 所以说至少在你看到今天节目之后 往后推一星期 那么这个都是他前挖矿挖头矿的黄金的周期 那么过了这一星期之后请你把它抛掉 所以今天节目 的Michael就要来教教大家怎么样去使用 Define上面的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怎么样去参与他的质押挖矿 那么质押挖矿 其实它有一定的门槛 首先你也必须会能够有梯子会上油管 那么另外你还得有去中心化的钱包 还有一些其他的软件的配合 你才能够完成整个的操作 但是我会今天在视频当中 来告诉大家操作的步骤 请大家去慢慢学习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怎么来玩转 SUSI的质押的挖矿 好 首先我已经把文字的东西放在了 我们的文字区域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做 那么我这个视频会尽量详细的给大家去展示 应该怎么来完成这个步骤 首先我们必须得有一个线上的钱包 你有mtoken也行 有火币钱包都可以 但是在我前期试用下来之后 我认为还是metomax是最好用的 网址在这里 首先我们要先点击网址 把它复制下来 在我的浏览器里面去打开 我用的是Chrome浏览器 Google的浏览器 所以前提是你必须得有科学上网的工具 好吗 好 我们来看英文版 OK 看中文版的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之后 我们来看 你打开网址之后 你就能看到metomax 这是以太坊最早的一个钱包 就是它链上最早的一个钱包 小狐狸的头像 然后点下载 它就会和你的Chrome浏览器 安装在一起 安装适用于Chrome的metomask 点击安装 然后它就会自动安装成 安装在你的Chrome里面了 我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它就有了 安装完之后 你从metomax里头 你就能够把你的以太坊钱包绑定过来 前提是你的以太坊钱包里面充值有地址 复制你的私钥 然后让地址能够在metomax钱包里面来显示 小狐狸钱包 待会会和uniswap进行无缝的链接 这是第一步 首先下载metomax 然后用你的不管是imtoken钱包也好 火币钱包也好 只要是线上的钱包 把你的私钥导入metomax 你的资产就会在里面显示 这是第一步 然后我们再来做第二步 第二步大家看这个 我们要打开uniswap 先打开susiswap 先打开susiswap这个网址 等会我们复制它 复制它先复制它 复制下来之后 在我们的浏览器里面去打开它 建议大家用chrome浏览器 chrome浏览器会比较快 好 这就是我们susiswap的主页面 我们来用英文版跟大家讲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首页 首页上面 这边会显示你有多少susis的币 这边会显示 你提供了多少质押的挖矿的流动性 你给它提供了多少流动性 锁定了多少流动性 好 我们要看到币首先我们要先解锁你的钱包 unlock wallet 我们来点 如果你没有metamax钱包 那么你可以用你的火币钱包 或者是mtoken钱包 那么来导入 比如说我现在没有metamax 我点 那么会出来一个二维码 你用你的火币钱包 或者mtoken钱包扫描二维码 也能够跟它链接 但是据我那个测试下来 这个链接不稳定 随时会掉线 会不显示你的钱包余额 好 我们先不用它 我们用这个metamax钱包 我们已经下载过了这个metamax钱包 我们点connect 好 这会输入我的密码 解锁 点击解锁 ok 我的这个metamax的钱包就登录了 我的钱包就已经登录了 那么我之所以会有53.075个susib 是因为我之前在做测试的时候 我质押了53个susib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susib的币的奖励 每一个新的区块 它能够获得1000个susib的奖励 所以说在前一个星期来挖susib 是划算的 它的收益是double的 所以我们可以来获得更多的susib的奖励 好我们看一下获得susib的质押奖励 它有什么样的条件 也就是说它需要什么样的币来做质押 我们点击menu 点击中间的menu menu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所有可以通过质押挖矿 来获得susib的方式 那么我们看前三个 这是select your favorite dishes 你选择你喜欢的套餐 那么它会提示你要挣susib的token 你必须要staking uniswap uniswap v2 lp token 好这个是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你必须要有uniswap v2 token lp token 才能获得它的质押的奖励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套餐susib party 第二个套餐和第三个套餐 这是它给你提供的不同的三个套餐 那么这三个套餐所获得的收益比例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第一个套餐 它的年化收益率apy是2108% 第二个套餐它的年化收益率是854 第三个套餐它的年化收益率是923 选哪个废话当然选第一个对吧 因为它的年化收益率最高 我们来看后面还有一些还有2900的2900 还有2400 那么综合来看为什么我没有选2900 是因为乌玛的币我不是特别的了解 不特别信任它所以我不选它 我既然我要挖susib 那么你看它的条件是deposit susib和以太坊来获得uniswap v2 lp 来挣到你的susib 好所以我们要有susib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有以太坊 然后再获得uniswap v2的流动性 才能够去质押产生susib 所以它的过程是这样子的好 以太坊我相信我们钱包里面都会有以太坊 从你的交易所转到你的钱包 对接到你的metall max上面 metall那个钱包里面 小狐狸的钱包里面就有以太坊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去获得susib 对吧 我们要去买susib 它这已经告诉你了 正到susib必须要staking uniswap 对吧 我们这是susib对吗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uniswap的软件 去换取我们的susib 好 我们再通过这个里面 我们再打开我们susib的uniswap的交易所 复制 复制 好 再在我们浏览器里面打开 ok 这就是我们uniswap的页面 我刚才已经通过绑定我的钱包 已经让这里边已经有了10个以太坊 我们拿这10个以太坊给大家做演示 那么选择通证从哪至哪 也就是说我要把这个以太坊 这个通证 我要把这个以太坊通过这个uniswap 转换成通证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来找我们需要转换的通证 我们点击这个选择通证 那么这里边我们找不到susib怎么办呢 找不到susib我们就要去找susib的合约地址 我们通过以太坊查询可以找到susib的合约地址 我已经复制在这里了 你只要复制它 我们再来这里粘贴我们的susib地址 好找到了 它的图标是一个红色的一个susib的标志 点击这个susib的标志 好你要换多少呢 我选择最大值 当然你不能换那么多 你要换那么多的话 你的这个手续费会不够扣 那我不换那么多 我换9个 我留一个以太坊来给他扣手续费 因为他的手续费 待会大家 待会大家就会知道非常的高好吗 好 大家看到价格 你每一个susib的价格是0.02个以太坊 那么你现在要向这个 要向这个提供流动者的这个费用 就你的挖矿的这个提供矿工的费用 就是0.02个以太坊的价格 你要你要使用到消耗0.02个以太坊 才能够把你的这个9个以太坊 confirmswap确认我们去确权 你要确认支付那么多 所以你的以太坊一定要留够 好吗 我确认 你的小狐狸上面又出来了 又出来了 这是另外一笔你的gas的费用 gas fee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你总共又要花费大概0.06个以太坊 大概是30美金 相当于这个三七两百多块钱的这个手续费 来换取这个交易的这个成功 你点确认 OK 好他就已经在在置换了这个币 在交换的过程当中可以把它关掉 一会儿你就可以在你的这个钱包上面 就可以看到你的这个余额了 这里是显示 一笔这个交易正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 他要经过区块的确认 好的 刚才我们已经用9个以太坊 换了一部分的这个susib 对吧 我们要同时提供这个以太坊 和一部分的susib 来为它增加流动性 才可以去质押来挖我们的susib 好 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uniswap的这个网 这个网站上面 我们来点一下资金池 点了资金池 我们发现有增加流动性的选项 我们点增加流动性 好 这就是同时我们要选择两种通证 因为是游戏规则决定的对吧 好选择选择这个以太坊 好 再选择我们下面的susib 地址刚才我们已经复制过了 复制地址选择susib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选择了苏以太坊 对susib 那么我们要质押多少个以太坊 我现在余额还有五个我点最大值 点击最大值五个以太坊 那么我对应质押的是282个susib 我同样我也不能我也不能压那么多 我把给它去掉一部分 给它要留一部分我们手续费对不对 好 我用五个以太坊对应243个susib 来提供流动性 那么我点供应 提供 确认提供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流动性 占整个这个矿池的0.003%的这个份额 就是我的这个算力大概是这么多 好 我确定提供 好 这是我的小狐狸又提示我了 我要再交0.08个以太坊 你大概40美金的这个手续费 作为这个矿工费的这个奖励 所以说以太坊为什么涨 就是这些整个这个这个define项目 它的矿工费都非常的高 好 那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个演示 好 我确认确认我要支付这39美金的这个手续费 ok 好 好 这里会显示说有一个带处理的这个交易 等这个处理交易完成之后 在我们这个页面上面呢 就会显示出你的这个以太坊有多少 你的susib有多少 交易完成之后 这里就是你的这个流动性能显示的 你可以用来挖矿的流动性有多少 在这个框框里面显示 好 我们稍等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点击这个一个代数里 你点击代数里呢 你大概也就能看得到这个区块上面 已经处理到哪一个步骤了 交换多少个以太坊也完成 也完成 那么最后还缺了一个添加这个这个流动性 到你的账户里头 大概这个时间会需要大概5分钟左右 我们稍等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交易之后呢 我们的流动性已经有了 你已经有了这么多的这个susib和以太坊 你可以提供这么多的这个流动性给这个网络了 好 我们现在离开unisweb 我们回到这个susib 那回到susib时候呢 大家看到就是它的首页 那我们如果找到我们的流动性 把它放进去来挖矿呢 大家看啊 右上角就有一个解锁钱包 我们再次解锁钱包 用我们的这个小狐狸 连接我们的这个小狐狸 那怎么没出来啊 不管它 我们连接我们的小狐狸 ok好 出现了啊 好 回到我们的菜单 这个派对叫susib party 我们选择它 嗯 然后呢 在这里有一个加号 加号 来增加我们的流动性 那这里已经显示了 我已经有33个这个流动性可以提供给它 对吧 和这边对比一下 看看是不是 33.77 寿司交换 我们可以有33.77 好 我们点击最高 好 我们点确认 好 好确认之后呢 来了啊 又是一笔手续费啊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已经付了第三笔手续费了 都是100多人民币的这个手续费啊 所以这个手续费真的不低啊 所以你的这个币太少的话也是不划算的 嗯 那就好在这个这个susib的这个涨幅还可以啊 那每天获得的币呢 待会我们可以算一个简单的账啊 好好确认 好 要再等一下下 这个时候啊 我要提醒大家啊 我们不能重复的去点击这个确认 那么重复点击确认之后 你会付很多笔的手续费 你的以太坊就这样被消耗掉了啊 所以这个项目就是一直在给以太坊消耗这个矿工这个费用 好质押完成之后呢 大家再回到这个susib的这个页面上面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啊 现在为止呢 我们一共提供了38.662个的这个 Uni V2LP的这个流动性 给susib这个网络去质押来获得流动性挖矿 那么左边这个呢就是到现在为止 我重新质押了这么多的这个这个流动性之后 每分钟所获得的币啊 那据我测算呢 就是从昨天我用4个来做测算 到现在为止 刚好是24小时 那么我获得了4个susib 目前为止获得了4个susib 那如果说我翻了这个大概9倍为止的话 那么那我每天应该获得大概 4936个susib的币 那么按照现在susib的价格是8美金一个的话 大家算一下36个乘以8美金再乘以人民币 大概你每天能够获得2000块钱左右的这个挖矿收益 所以说在他的这个1000个区块的这个奖励周期里面 来参与susib的挖矿还是有利可图的 好这个susib怎么用defi去赚钱啊 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复杂吧 真的很复杂 我觉得不是一般人能够赚到这个钱的啊 首先你得满足几个条件 第一你得会有这个上那个油管的 这个梯子啊第二你得有这个足够丰富的 这个使用热钱包的功能那些会导入私钥啊 然后呢你还得学会两个软件之间去切换啊 你的英文呢还得有一定的基础啊 因为现在英文翻译过来中文之后就变得奇奇怪怪的 这自动翻译的不是很靠谱 那这种去中线外的交易所有没有风险呢 我要告诉大家其实风险是有的 但是在前期来讲的话啊 在他在奖励区块的过程当中 我们用短时间内去参与一下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 那大概两星期的时间大家可以去学学看啊 那我建议大家不要用大资金去玩啊 小资金然后呢去试试 尝试一下这个这个defi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 质押挖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当然你也可以偷个拿去二级市场去买 那我会就是价格会高一些 好了今天节目就会这样啊 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有价值的话 请你点赞转发观众的频道 下期再见 请您点击订阅 然后再点小铃铛 点全部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币链核待的每一次节目更新 以及直播的提醒咯 大家下期再见 接下来 这样的信仰 感谢 尽快 凭 我们 不